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通蓝的分布行 也是现在呢 比较流行的一种布局方式 这种布局方式呢 是首先这样 它是通蓝 所谓的通蓝呢 就是跨我们整个浏览器 你浏览器有多宽 我就有多宽 然后上面是一个通蓝的 底部是一个通蓝的 这是一个盒子 然后呢 再来一个就是banner 中间的分成了若干个 就比如说一二三四四个小块 这边也是有四个小块 那这个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锤子 来看一下 在这里 这个锤子手机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 最上面这个地方是通蓝的 从这边到这边一直通着的 你有多宽我就有多宽 只不过呢 中间这个我滑的这个地方呢 它是居中对齐的 这个方式布局方式 我们后面会讲 再来一个呢 就是说下面地方就分为这么一个banner 这儿呢 可能这儿也是一个banner 这个小测诈后来咱就没说 这儿呢放了一个小banner 对不对 一个小banner 然后呢 banner底下分为一二三四 是不是四个小块 这边翻一二三四 四个大块 对不对 大块 那类似于我的布局的话 是不是就这么来 不是这个 是这个对吧 是这个布局 是不是这个大的布局 底下一个通蓝的 这种布局呢 比较常用一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们应该怎么来写 这个呢咱就慢一点写 包括我们的计算 要算的细一点 刚才咱们这个左右形的话 咱们是简单写了写 中间的数值并没有计算 而我们这个呢 要把它严格的来算一算 因为这个呢 比刚才的还要复杂 这个算得出来 刚才那个绝对没问题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还是按照我们的步骤来 对不对 通蓝形是怎么来分布的 打开完之后 这个呢咱就不要以下的写那么多了 咱要一层一层的开始写了 首先先写一个top 对不对 好 那到我们这地方去呢 就是点top 先写我们的第一个盒子 top 样式还是要写的 和我们前面讲的是一样的 style过起来 然后呢 我们还是老规矩 新号什么呢 这句话是一定要跟上的 这句话不能落下 这是这一步 有了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就写下面的 就是点top了 对吧 点top呢 怎么写呢 点top首先 它是通蓝的 所以说你完全可以不用写宽 能理解吗 它通蓝的你可以不用写宽 让它百分之百宽就可以了 当然你可以写百分之百 当然写的百分之百一定要注意 不能给pending 对不对 我们说过了 如果盒子没有宽 pending不会影响盒子 你写了个宽 它就会影响 所以说呢 我们既然是通蓝 我们就可以不用写宽度了 对不对 哎呀 我们是通蓝的盒子呢 可以不用写宽度 是吧 哎 不用写宽度 默认的宽度呢 和浏览器一样宽 能明白吗 哎 这个通蓝的盒子呢 我们可以不用写宽度了 它默认的和浏览器一样宽 所以说我们这么写就行 是最外层的 对不对 好 高度要给一个 高度呢 我假设给个80 是不是 咱们还是来80px吧 给一个80 好 给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呢 就是boulder 然后一像素 dash的 还是 那什么颜色的警号 AAA 给这么一个颜色 好了 有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呢 就是再来一个就是bdc 然后呢 我们减号11 是不是这个也 打开完全就有了 因为它是通蓝的 不需要居住内纪 我们来看一看 打开轮轻轮默认一看 然后是不是对上面这个top 我们已经搞定了 类似于这个在线商城这个 对不对 哎往上走 走走走 是不是在上面这一个 好 这通蓝的已经出来了 我这top呢 就是一个通蓝的一个盒子 没问题 好 给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接接着下面呢 再跟一个什么呢 下面这个地方 是不是再跟一个banner 哎 这个跟他没关系 在这呢 下面说再跟一个小banner 就可以了 好 banner呢 这这几个是不是还是有版心 一个网站必定有版心 除非它是全屏的 对吧 除非全屏的 好 这个版心 我们还定在960好不好 今天我们就跟960过不去了 因为960 这是一个神奇的数字 对不对 这个960 怎么 你会发现它能够被1 2 4 6 等等一些数字 12 等等 8 一些数字都能整除 所以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有意思 能被这么多人数字整除呢 所以它很好划分模块 好 那我们还是960 对不对 960的话 那就是我们可以这么写 哎 人的哪一个了 banner 对不对 dn banner ok come on 然后呢 写dn banner 怎么写呢 宽度多上来960prs就可以了 ok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960 那给完之后呢 再来一个呢 他呢 border和他是不是一样的 再说一遍 咱现在呢 先不用说怎么油画代码 先不用说啊 我怎么提取公共部分 先不用管这一块 是不是 咱们先写着啊 后面写多了咱们再提取 这么三句两句不用提取 好 border他给完之后 这个banner也有了 是不是 给个高吗 给这个banner高 稍微给高一点 我们给个200 200有点过了 是吧 150像素吧 是吧 哎 150像素 好 这个是不是要聚中的一些啊 margin 这个要赢的啊 margin什么呀 0outto 是吧 0AUTO 我可以这么写 我先写一会儿 我再给你改看看啊 0outto margin0outto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banner 是不是写完毕了 好 但是写完毕之后呢 我们来预览一下看一看啊 这是我们的 然后呢 我们一刷新 哦 这个banner是不出来了 他距离上面是不是一个距离 距离下面是不是 还是有个距离的 哎 看我这里啊 我说了布局方式有很多 找一种你最喜欢的 等于一种你最喜欢的 对不对啊 等于一种喜欢你啊 这儿是不是一个石像素 这儿是不是一个石像素啊 哦 假如啊 假如石像素 这儿一个石像素 这儿一个石像素 那我可以给banner 是不是指定个上下石像素 左右凹凸 是不是就可以了 能懂吗 上下石像素 左右凹凸 是不是正好把这个边框 外面距给它取出来 也就是说我可以直接margin 10px 哎 原来都是套路啊 是不是都是套路啊 margin10px凹凸 那这样你来发现啊 是不是把我们这个就搞定了 那一刷新 是不是把上下就搞定了 哎 果然靠谱啊 那为了更明显一些 那我要不要来点文字呢 要是吧 给点文字吧 给这个啊 这个top呢 就是通蓝的顶部 是吧 通蓝的顶部 哎 那这个banner呢 就是来一个导 不是导空条 是广告条 是不是啊 哎 广告条 这个 好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写完之后呢 我们刷新一边看一看啊 那我们一刷新 那通蓝的顶部出来了 广告条是不是也出来了 我们可不可以让它水平居中啊 可以 水平居中 Test Alain Center 就可以了 给它来一个啊 Test Alain Center 我这里它指定啊 因为它是通蓝的嘛 是不是文字水平居中 这是文字水平的居中呢 对吧 哎 然后过来 给完之后呢 刷新一边看一看 是不是通蓝顶部已经有了 Banner有了 下面就稍微有一点点啰嗦了 到了终点部分啊 哪一部分呢 这一部分就有点麻烦了啊 这部分 那我再说一遍 这一部分在布局的时候呢 你不能说拿四个盒子了 是我四个盒子一浮动 是不是啊 No 先不要着急啊 因为呢 他说必须有一个复盒子 是不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我们刚才说过 我们网页布局 最新什么样的原则呢 我们最新的原则是这个样子 先行后列 在哪呢 在这 分析行模块 然后呢 在分析里面的列行中的列模块 先行后列 能懂吗 先行后列 也就是说 这个呀布局啊 没有特殊原因 以后呢 只要是所有的列的 必定有一个行不得包起来 像不像我们 像不像一个表格呀 像不像表格呀 像不像这个样子 No 一行 然后呢 N列 像不像 像对不对 其实就是啊 就是类似于我们的表格 所以说呢 这四个模块 你不能直接四个这么来划分 因为呢 如果他浮动 是不是会影响后面的人呢 他肯定有危险啊 有危险 除了影响之外的话 你想想 是不是有四个模块 帮他们包起来才可以 是不是啊 只能包起来才行的 你要不然他浮动了 底下这些人 要不要浮不浮动 对不对 是不是都会有影响 所以说 先拿一个盒子 把他包起来 里边呢 你爱怎么浮 怎么浮 外边的时候不受影响 这是不是我们说了 网页布局 最新的原则 你不能影响别人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好比是我们大家上课一样 你不能上课 说话影响别人 对不对 好 那浮动怎么办呢 我们加一个复盒子 加一个这么一个盒子 然后里面再放四个小盒子 这是我们布局的方式 听懂了吗 以后所有的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我第一个 先讲这个行的局 行的布局了 是不是所有的树的盒子 都是在行里面排列起来的 哎 一样啊 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行 给他调起来 他的宽度也是960 也要聚用这起 是不是也有个高度啊 一样的啊 这个呢 是比较矮一点的 我们就要点small好不好 他这个小盒子嘛 是吧 点small 点small 一个小盒子 首先呢 他的宽度呢 也是960像素 没问题 高度呢 这次我稍微小一点啊 高度这次呢 我定位一个50ps 我先看看好不好看啊 先定位50 他要不要矩论这起呢 要margin 快下来里面的0 02 他也要矩论这起 在这里呢 我先加一个背景颜色 先看一看 能明白吗 一会我们再把背景颜色删掉 好 有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预览一下 看一看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是我们的 F5刷新一遍 走起 怎么没有呢 I'm sorry 对不对 因为这里我还没写什么呢 是吧 点small 你们能原谅我是不是 ok 没问题 点small ok 他不见 这个small是不是已经有了 这次你应该有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刷新一遍看一看 no 是不是这个盒子也出来了 好 我有点确实有点令私了啊 这么两个小盒子能干啥呀 啥也干不了 ok 那我再大一点 好吧 我给个100 也ok了 好 给完100之后呢 我们再F5刷新一遍 然后这次靠谱 这个盒子是不是已经存在了 它里面划分成了有123 是不是有四个模块 能明白吗 这个盒子里面划分成了四个模块 我老跟他过不去 这个观点吧 没有用了他 好 那我们就打开他 是不是有话 123 是不是一共有四个模块 四个模块呢 都有底色和边框 好了 到现在为止的话 你应该最应该干的 就是应该打开计算器 能明白吗 你现在最应该干的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在我们里面搜索一下 是不是 GG算算计器 是不是 计算器 好 为什么要打开计算器 是因为你要进行一系列的计算 我们先来算一笔账 首先这是不是要平均分成四等份 对不对 平均分成四等份 而且还会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 就是说是这个样子 这一个距离 这一个距离 是不是这还有一个距离 对不对 这是距离 也说你在调的时候 肯定会有人有marge 有的人没有marge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个效果像这一种效果 我们应该怎么来做 我们可以这么来做 首先你看 首先你看 大家看这里 一共的宽度是不是960像素 一共是960像素 那明白吗 一共是960 然后需要我们再做的就是说是 这个盒子分成四等份 你不能直接出一四 对不对 你可以 你出一四的话是花分他们总共的 你还要给他们排出边框 还有这个外边距来 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明白吗 你像这个盒子 他比如说960出一四 我们说960是一个神奇的数字 他能够被各种数整出 他出一四也能整出 等于240 比如说每一个盒子是不是占240块 但是这儿是把一个距离 这一个距离 这一个距离 对不对 这个距离 那就是说他们还要排出10像素距离 还要去掉是不是左右两个像素的边框 对不对 那一共我再给你算一算 它是应该是这个样子 Clear 那也就是说这是假如10像素 10像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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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30像素 30像素再加上8个像素的边框 是不是 12345678 因为一个4个是每个是不是左右两个边框 是8像素 所以说一共是多少 是38像素 也说你要留下38像素来 这个算法能算明白吗 比如说你看10像素20像素30像素 你再加上左右两个双素的边框 是不是都要排除掉 你才能算出他们的宽度来 好了 我Clear一下 就是一共是960像素减去 我们刚才说的38像素 是不是要排除的 等于是不是922像素 然后你再给它除一个几 除一个4 那就是每一个盒子的宽度了 是230.5 那你可以约等于230 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每个盒子给个230像素 差不多89不离10 好的 那我就可以这么来做了 听好了 那我可以这么来做 在这个small里面放4个小盒子 对不对 放4个小盒子 那这4个小盒子 你可以放4个div也可以 你放4个ur和l也可以 乘一个4 看明白了吗 这有4个例 分别放的是1 2 3 4 我这放ur和l 能明白吗 因为它那是不是排列的4个盒子 我放ur和l就行了 所以说你可以这么写 点 small里面的ur里面的l 什么这样子 他们这个l是不是可以有个大小 大是多少来 230像素 我刚才他们是不是算好了 有没有边框 有 boulder boulder 然后我们把它拿过来 boulder和边框在这里 你别走 到这来 什么 stand up 站着 好了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这个盒子已经存在了 这个宽度也有了 这样高度也有 高度是多少 高度是100像素 对不对 好100 我们算些100 其实按道理是98 我们先给个100就行了 给个100 好 有了之后 我们刷新一边看看结果 然后我们这么一刷新 是不是这个4个盒子已经存在了 对吧 4个盒子存在了 好 有了之后 我们知道是不是前面的销点 我们是不要的 还记得吗 前面销点还记得是怎么不要吗 不要的话 我们是到我们前面这个地方 url 给一个什么 list style 改成一个什么 那就行了 Ione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去掉前面的销点了 这个练习是比较有价值 然后一刷新 是不是就有了 那4个小盒子怎么样 让他排在一行上去 是不是用到浮动 对不对 肯定是要浮动的 4个盒子在一行上肯定要浮动 所以说我要人优耳的加上一个 flot left 左侧浮动就可以了 好 左侧浮动一浮动完之后 我们一刷新 然后是不是4个盒子就存在了 12 因为他左浮 他左浮 他左浮和他左浮 是不是都会浮动 能明白吗 还是这样子 好了 那么这样子有了之后 我们就需要给他们再加一个什么 因为他们这儿是不是有个距离 有个距离 那这个距离的话 那怎么办 这个做法就有讲究了 是不是有讲究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写 我们可以给什么 比如说给所有的DIV 就指定个margin-left 是不是走浮动 你看我给所有的力指定一个margin-left margin-left 快点来给个实像素好不好 好 我给margin-left 是不是每个合作都指定了实像素 对不对 实像素 那你看都指定完之后 我一刷新 是不是肯定会有一个合作会掉下来 因为你想想 他是一个实像素 他有实像素 他也是实像素 对不对 实像素 好了 那给完之后肯定会掉下来 因为是什么 因为你看1234 是不是有4个实像素 那你看看 其实这第一个 他需不需要margin-left 是不需要的 第一个是我不需要margin-left的 是不是 你看这个需要left 这个需要left 这个也需要left 但是第一个是不需要的 所以说我需要给第一个就去掉 给第一个去掉才能margin-left 千万不要走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个是不需要margin-left的 二三四需要 对不对 那第一个怎么不需要 你可以给第一个例 是不是指定一个类名就行了 class等于no margin 是不是 no margin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要margin 说不要margin 你可以了 好 那么在这里面写的时候 是不是全文要注意权重的问题 知道为什么让大家练习这个吗 这个案例很具有代表性 因为他可以练习你的权重 好 那你如果直接写no margin no margin 前面我们学了权重 你说老师啥意思 都不懂是吧 写完权重之后不知道有什么用 现在就有用了 margin-left 马上改成0 他不需要 你看 第一个例是不是叫no margin 第一个例叫no margin 你听懂了吗 第一个例class等于no margin 但是也说是然后我写了一个margin-left 领数80给它去掉 好 你看前面有个small u 然后利 然后有个margin-left 这个样子 当我写完之后 你大家给我来刷新一边看一看 一刷新 这个去掉了吗 没有去掉 这什么原因呢 那我们就用空中台来测了 是不是 这什么原因没有出来呢 我选了第一个之后 no margin 好 首先你看一下 no margin 这个什么 这个样式已经过来了 但是被划掉了 是不是被划掉了 为什么被划掉 说明有人比他还厉害 是不是有人比他厉害 这margin-left 被划掉说明他没有了 你看我把他打个对勾 去不掉 因为他已经被层叠掉了 为什么呢 被上面这个层叠掉了 为什么这个被上面的层叠掉 因为他俩的权重不一样大 权重不一样大 你看我们算一算 好 那么我们求过是不是 我们有1234 是不是有这么四个进行位 是不是来进行计算的 对吧 好了 还记不记得 这个我们看他权重多少 small small这个是几 这个是不是我们说了 类型的气 是不是在十位数上 是不是要进一 对不对 好 这个u2和类是选的气 这个是几 1加1是2 是不是这个 所以说那small 他的权重的是0 0 1 2 是不是他是这个样子 那你看一下 no margin是权重多少 0 0 有一个类是不是 1 他后面有其他那么没有 是不是就是0了 所以说他的权重谁大 是不是这个大 能看明白吗 这个大 所以说你把写margin-left0 去掉 能去掉吗 是去不掉的 他没有办法去掉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加权重 怎么加呢 点small里面的no margin 能看明白吗 点small里面的no margin 你看看这个classno margin 是不是small里面的 是 这样的话 他权重就不一样了 我们再看看权重 这个0 豆号0 没有id 没有其他的 就是1 豆号2 这刚才我们算过了 对不对 这个是多少 0 豆号0 豆号是几 两个类 两个类一叠加 是不是2 豆号0 所以谁的权重工大 这个的权重工大 所以说呢 这么写法 是不是权重会更高一点 那你这么写完之后呢 他就可以蹭跌掉了 那你我刷新一边看一看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了 1234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对不对 1234 当我们蹭跌掉之后 当我们蹭跌掉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看看这个了 你看 说no margin margin left 就他反而说把下边这个给他蹭跌掉了 能看明白吗 哎 这个案例数据把我们上前面讲的就开始 还是你会发现到我们越往后就会把前面指点来一个总结 能明白吗 所以说前面有的同学大家可能学的不是特别清楚 不要紧 我们学边学就会边复习了 这是权重的问题 权重的一家 这样就会把它给蹭跌掉 这样的话我们大概的效果就有了 当然有同学会说 老师呢 因为我们计算是不是有0.5 0.5的差距 哎 所以有一点一点小差距是没有问题的 当他对齐完之后 你把底下的这个底色扔掉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把这个 这个底色 back on pink 那个扔掉差不多能够对齐 差不多能够对齐的 所以说呢 我们刷新一遍 然后是不是这个大概是能够对齐的 如果你说老师这插着几像素 一个是0.5 四个是不是就两像素 插着两像素 那你又完全可以干什么呢 这不能有小数 记住 我们这不能有小数 你完全可以把最后一个又浮动 你可以了 把最后一个又浮动 可以来调一调 好 这个呢 就是说是没有关系 你就可以中间插着一像素 两像素是可以的 因为呢 你想要完全进行居中对齐 你一定要算好他们之间的关系 一定要给他们算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模块做完了之后 底下的模块做起来 是不是跟它是一样的 1234是吧 第二模块也是一样的 你要想要想和他这边完全对齐的话 你就给最后一个是float right 又对齐就可以了 就可以顶过来 好 那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这个做完 底下这个模块 是不是跟上面这个模块是一样的 一样的 没什么大的区别 我就不做了 然后我们最后做一个通栏的 对吧 做一个通栏的话 我们就说是到我们这个底下去 到这 就点里面的float 是不是 通栏做法是比一样的 好 里面的点float 点float 然后呢 首先是不给宽 你可以了 height 给个150px 剩下的就是一样了 比如说什么颜色 飞铁颜色和我们的这个冰框 no 它就可以在这 到我们这来展提一份 到底下来 好 到这来展提一份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过来了 好 我们刷新一边看一下 一刷新 然后是不是底下就有了 那我再给底下这个margin-top 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margin-top 给他这第一个margin-top 是不是也是10像素 也是10像素 比较 10px 好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给完之后呢 这个案例差不多就搞定了 F5 F5一刷新 是不是这样的可以搞定了 好 那这样的话这个完内容的话 其实中间这一块的话 内容你再加上了 加上的效果是一样的 你完全可以把这个 把small这个地方 你看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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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是不是复制了几分 你复制完几分之后呢 我一刷新之后 你会发现是不是 这个外形就直接就有了 你可以呢 给我们这个small 再来一个margin-top 是吧 我看看是margin-top margin-bottom 都可以 给margin-bottom 合一点 所以说我给我的small 指定一个什么呢 我的small呢 在这呢 是吧 margin-bottom bottom 10px 也说目标呢 让他们刷不得远一点 好了 这样的话 我们刷新一下 什么这样的就好看一些了 好看一些 这是这样的一种布局 这样的一种布局 好了 那这种布局的话 我们很快就可以来搞定 就说为什么这个可以复制 展现很多份呢 因为我们是不是用的是类选的器 还记得这类选的器吗 这个类选的器呢 我们说它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 优点呢 类选的器就是说是可以反复多次使用的 你可以反复多次使用 这个你反复多次调用 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这个案例呢 就是可以锻炼了我们以前写的一些 真实点 这个也是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一种写法 那大家呢 重点去把这个来练习一下